大话说清楚 我都查过了 两千空两年 日后的当时 我发病别隆重的时候 开名单出来 说这两个人是我的 是我的经位里面的人头 我就不知道什么人头 叫我去查 查材又过年是他们的人 看命片威嚇 李前总统越说越气 繁咬陈水平2002年 就已经开始将钱洗漱国外 这个局里面 查出来的 这个安装局 已经查清楚了 这个事情我没有告诉 台湾现在就清楚 那时候就开始了 两千空两年了 就开始 他也不爱你啊 你也不说的 不要管了 算了嘛 要死的时候就叫大家死 李前总统大爆料 编班的曾经表示 陈水平根本不认识 陈国胜李中仁这两名人头 强调如果检方要查 两人的资金流向 应该不难 况且2002年新瑞都案 检方还成就这两人 问了李前总统 编班语带玄机的表示 如果没关系 当初检方为而未问 编理师破脸 李前总统眼看自己将成为 陈水平合理犯罪行为的棋子 大爆料 球突围 夜球名正保身 中天新闻 陈一帆 言贯德 台北采访 好